今天下午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表示 南京十二五体育发展规划总体目标已经确立 就是要圆满的完成清澳会亚清会的相关筹办任务 打造亚洲体育中心城市和国际体育名城 进入今天的现场报道 这个新概念有什么依据 杨卫泽表示对南京人来说 这就意味着可以提升城市的全球影响力 塑造南京城市新形象 可以促进城市全面发展 带动城市转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吸引投资和人才增加就业 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举办国际企业活动 不仅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而且带动产业结构交易和申请 有些企业对经济的做进作用的人很明显 必须把国家提出不明企业主产者的概念 国外一些大都市的产业产业 产者占到了GDP的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杨卫泽表示 亚洲体育中心城市目前有东京 北京 上海 首尔等 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指人均拥有的体育场面积 南京将在这一方面下大力气改进 有网友曾经举报 陆河区主县城内 没有一块公益性质的篮球场 而根据计划 这一缺憾有望得到解决 2014年前 在江北将建六片公开的市民足球场 20片对市民公开的篮球场 目前 全市中小学中 共有117所对社会开放 开放率在25%左右 未来这一比例要达到50%以上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